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江苏同山人李盘 他家境贫寒 进京科考时没有盘缠 便带了三十个馒头 每天早中晚 顿顿吃馒头 开考那天 别人都交卷了 他还没打完 急得馒头大汉 一直写到四更天 一天三顿吃馒头 不仅是一种心智 而且是一种能力 难怪康熙皇帝听说以后 会亲点其为状元 鸭蛋状元名万历 三十五年 丁卫科状元黄世俊 家里很穷 三十四岁时 想进京赶考 找岳父去解路费 岳父见他衣衫褴褛 连客厅都没让他进 只给了他两个鸭蛋 岳父家的仆人可怜他 偷偷给了他一点钱 没想到 这个黄世俊竟然高中状元 后来他以鸭蛋为题 写了一篇文章 送给岳父 其中很多景剧广为流传 抓究得来的状元 崇祯皇帝即位后 很想有所作为 崇祯元年 即开车去世 电视后 岳传大臣精心挑选了 前三十六名的卷子 呈给崇祯审定 但崇祯怀疑 凭自己的眼力 未必能选出贤才 于是 焚香祷告上天 请求赐给真才 然后 将这三十六名近世的名字抄下 做成揪 放入罐内 再用金筷子去加 结果加了三次 都是刘若仔 因此 旧定留若载为众元 英明而旧的众元 清乾隆五十四年以 有科开考时 乾隆皇帝已经七十九岁高龄 年龄问题成为他主要的心理负担 电视后 月卷大臣将前十名的卷子 呈送他审定 当乾隆看到第十名时 见其人名叫胡长陵 不免心中移动 长陵两字 不是意味着长命百岁吗 于是 大笔一挥 亲脸胡长陵为状元 以名字取状元 堪为千古笑柄 无独有偶 清光绪二十九年 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首 这一年的电视中 出考官们发现 应是举人中有个叫王寿鹏的 寿鹏是树笔鹏祖的意思 鹏祖是传说 中的老寿星 活了八百多岁 为讨慈禧欢心 考官们决定 以王寿鹏为第一名 成太后审定 果然 慈禧见了这个名字很喜欢 很顺利就清点它为状元 值班值出来的状元碧元 在中状元前 是军机处的一个小官 在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晚 他与同僚楚仲光 同凤三人 在军机处值班 此三人都顺利通过了会试 准备参加四月二十六日举行的电 是 楚 同二人想回寓所准备明天的电视 便对老师的碧元说 我俩书法好 有望夺魁 你书法不行 就别做非分之想了 替我俩带牢吧 清朝电视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 而碧元的书法又的确不行 就答应了 当夜 闪干总都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 转到军机处 碧元详家研读 没想到 第二天电视考试误册 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 碧元凶有成竹 挥比利旧 开榜结果 碧元高中状元 楚重光中了榜眼 同凤子列二甲第六 当初 同二人得知那瓦的事后 无不叹息 驸马状元自古以来 民间就经常把驸马与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 好像中了重园就可以做驸马 实际上 中国历代可考的驸马状元 只有郑浩一位 郑浩是唐慧昌三年的状元 本来他早有婚约在身 中状元后打算赢许卢家的千金 可是这位年轻英俊的状元被皇上看重 非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伴手 公主许佩给他 郑浩偏偏不爱公主 非取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 唐轩宗便让宰相白敏中说服他 白敏中费尽口舌 又多方威逼利友 终于迫使他娶了万寿公主 然而 婚后两人生活得并不幸福 摔跤夺壮元送太祖赵匡印做天下的第十六年 太祖亲临讲武殿举行电视 考生王四宗 陈时最先完俊 一同上城 且二人的誓卷薰为上城之作 谁为第一 太祖实在泛难 最后 马上得天下的太祖 让二人决力即摔跤 胜者为状元 王四宗便与陈时在大殿上扑斗起来 结果陈时倒地 王四宗也因此夺得了当年的状元 身份最高的重元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杰 偷偷地参加了重合元年的科举考试 由于他文采的确非凡 竟一路过关斩将 进入了电视 在电视中发挥更是出色 夺得了头名状元 发榜后 赵杰将实情告诉了徽宗 徽宗高兴之余 怕天下世子说 闲话 就把当年的第二 明昂眼王昂提为状元 据传 清朝康熙帝也曾偷偷参加科举 并获得第三名探花 但毕竟不是状元 所以 赵杰变成了中国历史上 身份最高的状元 在大家眼中一直都认为 状元就是出来做官 考试的方式就是打卷子 其实 古人比现在有趣得多 看看这五花八门的众元冠军 是不是感慨于古人生活的趣味十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